嗨小朋友们 大家好 欢迎你们来到可乐姐姐玩游戏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 向日葵姐姐 今天向日葵 跟你们一起消灭毛毛虫 种萝卜 把丢失的奖杯抢回来 宝宝们 你们准备好了吗 快跟我出发吧 琪琪在数学农场里 种了好喝好多的菜 她因此赢得了 闪闪风光的奖杯 琪琪喜欢极了 突然一只 调皮的毛毛虫 吃光了琪琪的菜 还抢走了奖杯 我的奖杯 好 你一定要把我的奖杯拖过来 小朋友 来帮琪琪种菜 打败毛毛虫 夺回奖杯吧 小朋友们 我们一起帮助琪琪吧 十亿内加减法 我们需要种一些胡萝卜 才能夺回奖杯哦 胡萝卜 把正确的答案 拖入算术体里 帮助琪琪种一些胡萝卜吧 呀 猫猫重来捣蛋了 快打起赶奏它们 小朋友们 你们知道 0加1等于多少呢 猫猫重来了 小朋友们 快来算一下 3加2是多少呢 将正确的答案 拖到框里 我刚发挥回来的 蔬菜成熟了 把它摘下来吧 厉害 不过 想夺回奖杯 你还差远着吗 再种些胡萝卜 就可以夺回奖杯了 哼 猫猫重 我一定会打败你的 呀 猫猫重来捣蛋了 快打起赶奏它们 这回出现的是减法 一共有两个问题哦 我们已经种下了种子 要是可以试一点化肥 就更好了 1减去0还是1 出现了新的题目 0代表没有意义 所以2减去0还是2 打对了题目 就可以帮助琪琪 赶跑猫猫重了 宝宝们 你们快看 已经可以看到 一点点胡萝卜了 马上就可以成熟了 加油小朋友们 马上就可以收获 我们的蔬菜了 我们快会回来呢 蔬菜成熟了 把它摘下来吧 拔好 黄今宝宝 黄今宝宝 高尾 黄今宝宝 黄今宝宝 光吝宝 黄今宝宝 小朋友们 我们今天的游戏就到这里了 你们玩得开心吗 如果想帮助琪琪 抢回更多的奖杯 请关注我们的栏目 可乐姐姐玩游戏 我是夏日葵 我们下期再见